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霓虹渐变半针羊毛袜的编织教程 线材采用恭喜定制长断染羊毛线 加入尼龙成分提高耐磨性 由于特殊的断染方式 每一只袜子的色彩分布都不完全一样 提供了优质的保暖舒适性的同时 也增加了趣味性和穿搭时尚感 有三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半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具体图介随材料包寄送 本视频主要针对重点部分进行讲解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线团 可以从线团的中间将线抽出来 也可以从外圈直接取线来之 取出80厘米长的缓针 这里我们只会进行缓针编织的演示 如果是用半针的同学 需要自己调整使用方法 接下来进行起针 先预留50公分左右的长度 打一个结 右手拿起半针 将这个活结套在上方的这根半针上 右手捏好半针 左手先将线头的一段挂在小指上 线团的这一段在大拇指上将撑开 接着我们将上方的线将绕过下方的半针 这样就在下方的半针上切好了一针 重新演示一次 将上方的线将绕过去 挂在下方的半针上 接着将下方的线绕在上方的半针上 将来回重复 一上一下的在两根半针上交错的起针 大家只要慢慢的按照这样的方法 多尝试几次 就可以灵活的学会了 一边起一边数 直到上下两根半针上 各有12针为止 隐し上次 那边起来 不阳 那边 这上方的下方的 就就得검 一边 我 这上方的 这里我们切好了24针 将半针拿到左手边 我们找到线头的这个部分 将线头跟线团的线这样绕一下 这样才能把线头固定住 接着我们要进行第一圈 先看一下 这样子有瓦片形状的是背面 这个是正面 我们先将下面的这根针拉出来 用右手的小指绕线 我们要来织左半针上面的针目 将右半针从后往前穿过第一针 绕线将右半针挑出 放开左半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下针 继续织下针 用同样的方法将左半针上12针全部织完 这里可能一边织一边会觉得有点紧 慢一点将它织完就可以 像这种干湿的环针也会比较硬 大家稍微适应一下 这样左半针上的就都织完了 这个部分其实是脚背的部分 接着我们将织片这样子转到左手边 将上面这个半针穿回到刚才起针 还没有织的这12个针目中 我们要来织第一圈的脚底的部分 也就是B部分 同样将下面这个半针抽出来 用手挂好线 第一针一样是织正常的下针 注意接下来的11针由于起针方式的影响 所有的针是扭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将右半针 从后侧这样挑线圈之下针 这个其实叫做扭下针 就是从前往后穿过针目的后侧之下针 按照同样的方法织完剩余的帧数就可以了 织完之后同样放开 翻转到左边 将刚才放开的半针穿回针目中 我们看一下这是正面 全部都是V字形的形状 反面就都是瓦片的形状 然后线头在这一侧说明我们织完了一圈 大家也可以在这一侧放一个记号扣来表示织完了一圈 接着我们要开始第二圈 将下面的这个半针搭出来 同样右手挂好线 注意圈织的时候这个线头一定要是在上方的 这一圈要开始加针 袜尖是会慢慢的加针 先织两针下针 接着我们要织左加针 调起 接下来两针之间的这个度线 将它这样子 从后往前挂在左半针上 接着右半针穿过这个后侧 直 扭下针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左加针 接着继续织下针 直到最后两针之前 这里到了最后两针之前 同样调起这针之间的度线 将从前往后挂在左半针上 然后调一下线圈 直下针 这是右加针 接着织完最后的两针 这样 A半针上的我们就织完了 同样转过来 至B半针上的脚底的部分 抽出下方的半针 用手刮好线 用手刮好线 两侧的加针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 先织两针下针 注意第一针要拉紧 然后调起度线 然后调起度线 从后往前挂在左半针上 直扭下针 就是调后面的这根线 就是调后面的这根线直下针 接着织到最后两针之前 同样调起度线 同样调起度线 从前往后挂上去 然后稍微将线调起来一点 不然不好织 包abetes 鸡下针 这是又加针 接着支完最后的两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一共 两侧加起来 一共加了四针 每一圈都是这样织往一边 将半针推回线圈 然后抽出另一边的半针 这样织 这就是用长环针来圈织小物件的方法 这样会比用四根半针圈织 稍微没有痕迹 其实也方便很多 第三圈 很简单 就是这样一整圈 都是不加不减的直下针 这是第三圈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进行第四圈 第四圈和第二圈是一样的 先织两针下针 然后织一个左夹针 然后织下针一直到最后两针之前 织一个右夹针 之后就按这样子的加针方式 一直加到图解中所说的对应尺码的帧数就可以了 注意一定是一圈加针 注意一定是一圈加针一圈不加针 完成到足够的帧数之后 就不加不减的一直向上圈支 一直知道图解上说明的需要的长度 也就是知道对应尺码距离总长的长度就可以了 这里是袜尾部分已经完成到足够长度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袜尖加针之后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线头的部分 我将它比较长的部分先收进去 留一点点将来提醒我一圈完成的位置 大家不喜欢将线头留在外面 也可以直接挂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怀部的加针 怀部的加针全部都在B半针的部分增加 所以A半针也就是脚背的部分 我们先直接织完下针 下针织完这里到了B半针的脚底的部分 我们先拿出两个记号扣 圈支的时候这个线头一定要是在上方的 不要绕过我们的环针的下反 我们先进行左加针 直接调两根半针之间的这个度线 进行左加针 稍微拉紧 然后挂一个记号扣 将B半针上所有帧数直接下针织完 这里我们织完了B半针上与下的帧数 放一个记号扣 接着我们用左半针直接调两根半针之间的这根度线 从后往前调起 织又加针 这样子这一圈的怀部加针就加完了 外底加针部分的第二圈直接不加不减的织一圈就可以 第三圈脚背部分我们已经下针织完 这里是脚底部分 加针的方式其实也是一样的 还是从两根半针之间调起度线加针 先置一个左加针 然后将之前加的针织下针 将记号扣直接转移到右半针上 接着继续不加不减的织完这根半针上的所有下针 这里将上一圈的加针也织完 然后在两根半针之间的度线进行右加针 这样子重复第二圈和第三圈一直到两侧 各加出我们图解说明尺码的需要的帧数 这里我们已经加完了需要的帧数 我们来看一下 接号扣的左右两侧都加出了相应的帧数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袜根的引返部分 引返部分是进行来回片枝的 这里我已经提前织完了A半针的部分 来到脚底的部分 我们要直接织到记号扣的位置 然后从记号扣前一针开始进行引返 这里已经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 将记号扣取下 用右半针从左半针上上针方向将划一针 接着将线从后绕到前面 然后再将刚才滑过来的这针划回到左半针上 将线绕回去 这样就进行了一个引返针 接着我们要翻转织片到反面来进行片枝 反面我们要织上针 所以线是放在半针的前面 第一针直接划一针 接着织上针 右半针从后往前穿过左半针的针目 绕线从后挑出 这就是上针 织上针一直到记号扣A的位置 这里直到了记号扣A的位置 将记号扣取下 在下一针上进行引返 先滑到右半针上 线绕到后反 再滑回左半针 再将线绕回来 这样就完成了反面的这个引返针 接着翻转到正面 片枝的每一面的第一针都是枝滑针 先滑一针 下针一直到上一个正面含的引返针的前一针 这里我们知道了引返针前一针 同样引返 也就是滑到右半针绕线 再滑回左半针 再将线绕回去 这样就是第二个引返针 然后翻转支片 进行反面的这个引返 同样支上针一直到上一个反面含的引返针的前一针 进行引返 接下来就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 一直到左右两个引返针之间 剩余八针 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左右两个引返针之间 只剩余八针 这是正面含 我们要从正面含开始进行消含 同样先滑一针 接着下针一直到第一个引返针 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引返针 它下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圈绕在脖子上 我们将它挑上来 直接挂在左半针上 然后右半针穿过这两个圈的后侧 等于是织一个扭下针 这样子就叫做正面的消含 再来一次 将它调起来挂在左半针上 从后侧入针 这样子从正面看就比较没有痕迹 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这一侧的引返针一直织到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同样调起来之后 我们将这一针和下一针 要一起织一个右下二并一 直接同样从后侧将它调下来 下一针从前往后调下 然后将左半针从后往前穿过这三个线圈 绕线挑出 这就是一个右下二并一 接着翻转支片到背面 反面同样全部支上针 一直到遇到之前的引返针 我们要进行反面的消含 这里到了引返针的位置 我们看到同样在脖子上有一个线圈 我们调后面这一边 调起来之后挂在左半针上 然后直接穿过这两个线圈 织上针 这就是反面消含的方法 再来看一下 从后面将它调起来 挂在左半针上 织上针 用同样的方法一直支到最后一个引返针 最后一个引返针 我们将它调上来之后 将它和下一针一起直接支一个并针 翻转到正面 接下来我们要一边进行剪针 一边进行袜根的滑针部分的编织 先支一个滑针 然后支一个下针 再支一个滑针 这样子重复 一个滑针 一个下针 一直到我们之前减针之后形成的空隙的位置 最后一针和之后的针目之间会有个空隙 我们将这两针同样进行一个右下二变一 下针翻向将这两针调下 将左半针从后往前调起这两针 直下针 然后翻转支片 滑针 然后全部支上针 一直到同样是最后一针的空隙之前的一针 这里支到了上一次的并针 将并针和空隙后的一针 同样进行一个并针 重复刚才这两行的规律 先正面行就是滑针和下针的交错 一直到最后一针之前 然后右下额并针 然后右下额并一 反面含就是上针一直到最后一个并针 之后将并针和空隙之后的一针进行合并 按照同样的方法一直减针到图界说明的对应尺码的帧数 这里已经完成了袜根的部分 帧数已经减到了相应的尺码的帧数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袜筒的部分 看一下这是后跟的划针形成的花样 这样子的花样会比较耐磨 接着我们进行袜筒第一圈 这里是从B半针开始的 我们先将第一针直接滑到A半针上 也就是脚背的部分 不支 我们直接从第二针开始 全部支下针一直到最后一针之前 这里支到了最后一针 最后这一针也要将它转移到A半针上 就是脚背的部分 我们翻转到脚背的部分 这一圈开始就恢复圈直 我们将刚才滑过来的这一针和第二针 进行右下二并一 滑过来之后是扭过来的 所以我们从后侧挑针 挑过来 合并成一针 尽量拉紧一些 这样子连接的位置空隙会比较小 接着直接支下针到最后两针的位置 这里支到了最后两针 直接支左下的二并一 这样子所有的帧数就回到了跟我们的袜围的部分是一样的帧数 接着来就都不加不减 往上支袜筒的部分 全部圈支下针 长度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当然不能支的太长 因为袜子太长我们小腿的部分是会慢慢变粗的 这里我的袜囤的部分已经支了足够的长度 我们来进行袜口的部分 袜口一般是采用双螺纹的花样 双螺纹很简单 就是先支两针下针 然后将先放到前面支两针上针 这样子一直重复 就会形成双螺纹的花样 大家如果喜欢支成单螺纹也是可以 也就是一针下针一针上针的重复 就这样子一直重复 直到支出自己想要的长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双螺纹 这个我是支了单螺纹 这样子看就是一上一下的 这是单螺纹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进行收针 这里我知道了我想要的长度 每一支的长度都不一样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就可以 我们要用有弹性的收针方法 来看第一针是下针 所以我们支一个下针 接着第二针也是下针 同样支下针 之后将左半针从后往前 穿到右半针前面 这样支一个下针的并针 接着接下来的这一针是上针 我们线绕到前面支上针 然后左半针 然后左半针从前往后 穿到右半针的后面 支一个上针的并针 下一针也是上针支上针 然后左半针穿到后面 支上针的并针 接着接下来的是下针 我们先放到后面 先支一针下针 然后左半针穿到前面 支下针的并针 这个规律就是这样子 遇到下针的时候支下针 然后左半针穿到前面 支下针的并针 然后遇到上针的时候支上针 将左半针穿到右半针的后面 支上针的并针 这样子收出来的袜口 就是有弹性的 但同样不要将线拉得太紧 支得太紧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继续往下收完这一根半针 到了另一根半针上 我们这时候 原先的那一侧还剩下一针 将它移到右半针上 就可以继续往下进行了 用同样的方法 这样往下全部收完 到最后一针 这里剩了最后一针 我们将线圈 拉出来一些 留一段线头 断线 将它直接拉出来 然后我们穿好针 将线在针上滑一下 会比较好穿 我们找到开始的第一针 上翻将有个V字形 我们从前往后穿过去 然后找到我们最后一针 出针的这个位置 从中间将将线穿过去 这样子收针 就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接着将线头 从内侧的纹里收一下 在每一针的这个位置 都穿一下 将线头铲进去 然后从另一针 返回来穿起针 这样固定的比较牢固 大家可以多固定几针之后 将对于的线头修剪掉 将袜口就收好了 我们将袜子翻转到背面 将起针的线头也收一下 同样穿好针 起针的线头 可以尽量收在脚背的部分 这样比较不会影响 在线头的旁边 找这样子 划片的这个形状 将它 找一个斜对角 这样一针一针地穿过去 固定 多穿几针之后 也可以在挽回的方向 再固定几针 之后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霓虹 半针渐变羊毛 日常袜子的编织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着这个视频 照片 感谢您的观看